大家好,我叫何欣 今天我代表過時設計的人來參加演講比賽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的演講 我的演講的題目是 如何實現夢想,如何實現夢想 每個人的夢想都不同 有的人的夢想遠大抱負著 而有的人的夢想微小而甜蜜 有人曾經說過 未來是留給準備相信夢想的人 而我很相信我自己的夢想 因為愛因斯卡曾經說過 美好的事物是看不見也摸不著的 但可以用心去體會 我想我的夢想應該就是這樣吧 現在讓各位來猜猜看我的夢想是什麼 現在我來公布我的夢想 其實我的夢想有很多 可是其中我最希望的就是能當一位服裝設計師 那又為什麼我想當服裝設計師呢 是因為小的時候奶奶常常帶我去菜市場 選購衣服、挑衣服 還有還有我們班的同學很多人和我一樣 喜歡做衣服、製造衣服 我們常常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 一起討論衣服需要穿哪些花邊、蕾絲、裝飾等等 還有衣服要用單一顏色還是建成 我們聚在一起行 我好快樂 有人曾經說過 人以夢想而偉大 想要達成夢想就必須努力付出 未經一番含色苦 哪個梅花不提香 我相信總有一天我能成為服裝設計師呢 雖然我還小還沒有能力能做衣服、賣衣服 但是我和同學之間已經製造出了十八件衣服來源了 我和同學在製作的過程我們都很開心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相信紅天不復苦心人 有朝一日也能成為一位服裝設計師呢 我的演講到底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參賽第一號和新宁同學 時間我們大概每個時間到四到五分鐘 這個時間也都是在 時間的掌握都是在我們評審的其中之一 另外我要請各位同學要特別注意 我們的內容的完整性 包括我們的口條條理分明 還有口齒、清晰度 最重要還有台風 就像唱歌一樣 因為小弟不會演講 我只會唱歌啊 所以我就講唱歌 唱歌在比賽的時候一定要特別選你最熟悉的歌曲 因為這樣的話 你可以在台風這個部分可以表現 可以很自由的發揮 好,第二位 第二位同學 來自雙龍部落 白廣魚同學 還有其他上台 謝謝那個不錯 在 audition低移機 不是你有一次可能 摸著斯之嘴 輪到家半分 就在從二月前 gress呈機 反應 我要如何实现我的梦想 要看看吗 各位来宾 与各位专业 传业爱心协会的众朋友 大家好 我来自南陀生 与各位学生 我的名字叫白狗 今年就读我连进我经济到远早的提莫事 我如何实现梦想 我认为只要很努力做每件事 从抱怨任分 得该负责现阶段的学生身份 所以莫德国妈妈的人就在学习书上的知识 给他们一种负责 才跟着习书 就是将信 这世就会到我 实现梦想 这日就会结束 就算我想找你 因为是要做招务 现在不容易 我们说一切也是好 因为现在的远远 都要健康 还恋战 我也 正真的 可以专业 专专业信 第三号 来自非常漂亮的唐南村 就是这一坛的隔壁 这一坛缆车 隔壁部落就是唐南村 唐南村的吴梓豪同学 欢迎第三号 谢谢大家